- 邵翔 yóo practic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位主的頻道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最近因為家裡的貓生病 花了比較多心力在照顧他 影片更新的速度比較慢 還請各位見諒 影片開始前 先感謝新莊監督的上任 讓我之前做的影片又帶來了一波流量 好多人留言提醒我 新莊當監督了 是的,我知道 趁這個機會 來補一下拖了好久的新莊劇場 如果还没有看过新装的介绍或是想回味一下的 欢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观看 首先来提一下新装剧场的由来 火腿在2004年决定将主场从东京迁到北海道 虽说东京的球迷主要还是以巨人为主 但毕竟是从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地区 迁到560万人口而且幅员广大的北海道 怎么说都算是一场豪赌 正所谓时事造英雄 当时的新装因为无法忍受在美国 待在小联盟那种没有美光灯追逐的日子 因为这个契机和日本火腿斗士队搭上线 在正式的入团记者会前 大家都认为他会加入最初呆的版神 不过在那年的11月中 他在电影《绝地战警2》的宣传活动中 突然宣布了他将会加入日本火腿斗士队 接着才在12月与杂谎巨蛋召开加盟记者会 原先只是一场非公开的记者会形式 结果现场竟然吸引了2000多位的球迷到场 心中也在记者会上发下豪雨 要让球迷坐满杂谎巨蛋 并且带领球队拿下日本一 他也不是说说而已 其实都做到了 先匹开日本一不说 这基本上不是只靠他就能做到的事 不过杂谎巨蛋满园这回事 很轻松的在星球系的第一场就达标了 要知道杂谎巨蛋在次棒球场时的满园人数是41000人 火腿前一年在东京的平均官克数是18000人左右 04年整年下来也成长到一场平均有近25000名观众 其中心中的人气绝对是造成这项改变的重要因素 好的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做了什么 可以让观众成长的这么多呢 首先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各种面具 最初戴上面具是因为在04年 火腿在6月的战绩17场里面只赢下了5场比赛 新创认为是时候要为球队的气氛做一些改变 于是他在做客福刚的赛前练习戴上了这个青蛙的头套 因为日文的青蛙念法卡耶鲁和改变的念法卡耶鲁很接近 结果那场比赛的气氛还真的变了 火腿以3比0击败了大荣鹰 于是这成为了一切新创剧场的开端 再来是04年7月25日的比赛 当时证实电影《蜘蛛人2》的宣传期间 又给了新创一次开剧场的机会 他原先想要带着蜘蛛人头套 加上神穿红色T恤来进行赛前练习 结果被联盟方制止了 所以他只能带着头套上场 不过他在赛前的原阵喊话时 还是将这件印有自己名字的红色T给穿上了 而且就是要摆出蜘蛛人的招牌动作 在04年球界再变事件 球员工会决定罢工的前一天 新创再度开启了剧场 这次他找来了5名外野同事一起组成了秘密战队 其中包括红战士、森本希泽 蓝战士、岛田一辉、粉红战士、石本弩 绿战士、瓶颈自哉 还有队长黄战士、新装刚治 这个战队可以说是新装剧场的代表作 不仅在赛前练习吸引了全场和全媒体的目光 当天的比赛他更在9局下 两人出局12比12的场面 凭着他天生的英雄命打出一支再剑满贯炮 而他明明就已经是全场的英雄和焦点了 还硬是要在跑过一壘时 和前面的跑者田中信雄抱在一起庆祝 还好三壘的跑者早就回到本壘得分结束比赛 不然信雄的这个动作已经造成了第三人出局了 真不愧是浑身都在写故事的男人啊 他在赛后的英雄访问台也再次讲出了经典名言 接着在2005年球季 新装自费了350万日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87万台币吧 做了这么一个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形容的 五人合体的新装面具 这个面具制作耗时四个多月 最前面的嘴巴还是可以手动开合的 同年9月在札幌主场的比赛 新装再度找了外野手同僚 身本希泽 刀叶赌记 小姑爷荣衣和石板奴等人 一起戴上了他自己的面具 而且赛前都还一起穿着新装的一号球衣 并且戴着新装的红色护腕 真的让人分不出到底谁是谁啊 不过这场比赛是他唯一一次在赛前戴着面具 结果最后是输球的比赛 于是面具的新装剧场就被封印起来了 到了2006年之后 新装剧场的格局整个放超大 在这年的开幕战 新装发起了FITAS满源大作战 他在手背球员进场时 骑着自己的哈雷三轮机车 从外野围墙冲进场 随后各个位置的手背球员也被助理用其他的哈雷机车 送到自己的手背位置上 然后这场比赛也顺利的获胜了 这种进场方式 不论是在当时或是现在的职棒表演上 都是非常大的创举 而这些对新装来说真的只是小儿科 他在6月6号找航剧弹主场的比赛 FITAS满源大作战第二弹前就预告 他会做出有着死亡风险的表演 而那天也真的坐满了满场的球迷 然后新装也真的做了 大家想都没想过的从天而降进场 他本人表示其实他是有聚高症的 不过从他下降到落地的表现真的是看不出来啊 不得一提这场比赛也顺利的获胜了 接着在球近末9月的主场比赛 他又做了这样的大型魔术表演 这边给大家自行观看 这场比赛新装因为对战渡边俊介打得很差 所以从板凳出发 不过球队最后还是拿下了胜利 以上是大型新装剧场的部分 接下来介绍一些新装的各种事迹 首先是在2006年的一次交流战 火腿队上板神 新装在赛前练习穿上板神实习的全套球衣 在外野和火腿队进行赛前练习 虽然现场的观众都对他这样的行为感到兴奋 还大声的为新装拍手较好 不过毕竟羊连和羊连还是属于竞争的状态 当然的还是收到了球团的严重警告 接着是身为明星中的明星球员 新装在明星赛当然也要出现风头 04年的明星赛第二战 新装担任羊连的首棒打者 他一上场就做了拳尾打轩眼的pose 然后接着 嗯 非常新装style 但别忘了他在赛前所做的MVP预告可是真的实现了 这场比赛他拿着炫彩图层的颜色 2005年明星赛上 新装虽然受到伤势的影响 不过他还是以外野手最高票的身份入选 在唯一一个带打的打席中 他才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放过表演的机会 新装拿出了原本开球仪式准备的金色球棒上场 还摆出了这样的pose 果然是真明星啊 到了2006年的明星赛 是他球员生涯最后一次的明星赛 也是完全展现明星该有的气氛 这场比赛他拿着炫彩涂装的球棒 还在腰间系上会有跑马灯出现的皮带 写着 Never mind whatever I do Fan is my treasure 是说 是有这种讲法的吗 联合战的皮带上则是写了 话说新装原本在这年的明星赛的入场 是想要从直升机空降下到球场 不过因为太危险没有获得许可而作罢了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个人看到觉得最好笑 但不太属于新装剧场的事迹 就是有关新装的开球仪式 因为他主要都担任队上的1棒 常常会担任开球仪式的打者 然后他每次都会把开球嘉宾的球打出去 我第一次看到这影片真的是笑到一个不行 那小朋友的反应跟表现真的是太震惊了 然后有一次在软营福刚的主场 因为开球嘉宾是知名女星上护彩 新装有和他一起出演了某饮料厂商的广告 然后他就拿着那瓶饮料出来当打击的球棒 我就问到底谁才是来开球的主角啊 以上帮各位整理了有关新装的各种趣事 这几天火腿到冲绳进行秋训 新装Big Boss的话题就一直没有停过 期待新任监督在明年球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也期待会有什么样的表演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还请多多帮我分享出去 也别忘了按赞加订阅 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